上次啊,咱们发过这么一个小片,大概呢,就是三分钟左右 发完了之后啊,就有好朋友问了,说这个小片怎么和这个大系列不一样啊 实际上啊,情况是这样的 这学徒我呀,从小就喜欢古迹,后来呢,就喜欢拍古迹 再后来呢,这些古迹的视频呢,就被咱们用作书馆这个视频资料了 我想想啊,这些古迹背后啊,都有它的故事 既然有故事啊,就好办了 这个系列呢,咱每一集啊,做短一点,不耽误咱们说大书 书馆里的长书,咱们是该怎么发怎么发,绝不给您耽误 这些小故事啊,算是我额外送给您的 到时候啊,有机会,您去这个古迹去采风的时候 您的旅游体验呢,可能就会更好一点 那得嘞,咱们别废话了,咱们今儿啊,就再说一处古迹 我想啊,很多好朋友啊,都听说过这么一段相声 说提起我来啊,吴明白,提起我的老恩师,那是如雷贯耳 单凭他的住处,您就能听出来啊,他是一位武术家 那么说你老师住哪呢?我老师啊,住在京西北玄平坡的下坎 那有个地名啊,叫湖岭,哦,湖岭那个地方啊,我知道 大概其有个一百多户人家吧,那没有练把似的呀 那全是做粽子的呀,一到五月节啊,就推着小车上市上来了 满的街的吆喝,磁似的,热乎的,江米小枣的 这段相声的名字呀,叫大保镖,要讲就说的好的,那得说是天津的 马志明先生,我打小啊,就特别感兴趣 想知道这个玄平坡下坎,叫湖岭的地方到底在哪 后来我才知道,感情啊,没有这么个地儿 这是啊,这个老先生编出来的一个地名 但是老先生啊,可不是凭空抓的 他确实是根据一个地方编出来的 这是哪呢,可不在京西北,这是京西南 卓州先锋坡下湖粮村 这下湖粮村啊,哎,不明白 可是在下湖粮村的村口啊,有一座下湖粮桥 那可是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说这个下湖粮桥它具体在什么位置呢 我一说您一听啊,您就觉得呀 它确实得跟这段大保镖啊,它有那么点关系 它在哪啊,它位于河北省宝定卓州市城北 八里地左右东先破阵下湖粮村南的湖粮和尚 距离这个著名的永济桥啊,也就是四里地 始建于这个明神宗年间,哎,万历二年 那一年是1574年 这可是正经的明代文物没有重修的记录 当然了,自民国以后到解放啊,小修小补肯定是有的 这座大石桥它通体都是豆渣石砌成的,也就是花岗岩的 全长是72.8米,宽9.2米 桥面两侧呀,有这个蓝板33对,望柱34对 要说起这个客工图案呢,它并不是十分的精美 但是透出来呀,这明代建筑的古着朴实 我可以跟您透露一下啊 自明代万历年间呀,到1987年以来 这里一直是交通干道上的主道 直到这1987年,新桥修成 这座桥呢,才结束它作为主干道使用的历史 但是直到今天呀,它还能通车 是进出夏胡良村一侧的必经之路 如果有一天呢,您要是到德州顺便捎的手了 您可以去这座桥看看 就是为了那段著名的相声,姜米小枣 您也得看看去 得嘞,这就是我奉送给您的小小的古迹故事 咱们下一个古迹 再聊